六 十五十 掌柜的 您最近总是在算账 是要开分店吗 最近闹瓜子越发不好使了 刚算好的账目 转身就忘 再来 再来 您别急呀 真是烦哪 这个罪戒总有一种 觉得应该去看回肃静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掌柜的 最近很多人攒够了钱 都去看过回肃静 可到最后都一去无踪了 您会吗 离开了 也未必是件坏事 留下来 总有分开的一天 有些事 忘了反而轻松 可这人哪 就这样 凡事总想弄得清清楚楚 才不枉来人间走这么一趟 再算再算 这个 这是什么时候的 蜡蜴 怎么又出了这么一笔账啊 十七 你快去一趟风陌山 这是地图 怎么了 先前赵瑶去风陌山 我没拦住 你去看一下情况 见识不对 就把赵瑶跟陈澜接回来 他们怎么会去风陌山呢 赵瑶是怀疑陈澜去风陌山见江湖了 快去 西山主 事情很严重吗 如果只是江湖的话 倒还好 我只是担心 会有其他事情发生 希望石七别像上次一样迷路了 你 你还舍不得我啊 墨青呢 死了 江湖 你还舍不得我啊 正好一个个的拳来了 省得我费事 洛明轩 你居然还没死 邪魔不灭 大道未负 我如何能成人呢 徐宗门灭门之事是你干的 血口喷人 跟他废什么话 秦昕 秦昕 我帮你 朕没你的事 既然如此 那你便自施其力吧 这一切 就当我报了你的恩了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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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快走 这是哪儿 以前为了逃命 挖的隧道 会长出来了 你到底把莫青 弄哪儿去了 你这么没良心啊 我刚救过你 你也知道良心啊 在他该在的地方 什么意思 他现在控制不住自己 我不把他封印起来 我担心他连你都杀 你把他关进了封印里面 你 等等 你现在出去碰着 洛明轩就是死的 你还能救谁啊 利尘兰背封印只是关着他 你放心他死不了 你怎么知道他死不了 我们俩都是心魔 除非有 走了 想来这利尘兰便是在封魔山中 着了江湖的道 若是能救出利尘兰 三个魔头一同对付洛明轩 还怕他死不了 李尘兰 陆遮瑶危险你可知道 陆遮瑶危险你可知道 李尘兰 李尘兰 不行 这样太被动了 你我好歹俩大魔头 为什么要逃 今日就在这里解决了 陆明轩 否则以他那邪性的功法 以后更加麻烦 你之前不是封印过陆明轩吗 用的什么办法 雪舟术 雪舟术 我先找机会控制住他 你呢 再用占有我血的力气 重伤他心脏 借使我十一雪舟术 一招封印他 不过 你我现在都失了武器 我也凝不出多少把了 所以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我也凝不出多少把了 不许失败 那我已经做了 这个地方 你都想不到 你不怕 那我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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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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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周术 你们以为我还是当年的我吗 走 陆炮 你这话都说过多少次了 我都听腻了 除魔之路虽然道足且长 但注定邪不胜政 邪不胜政 那倒要看看谁是邪 谁是郑 江王 江王 张勇 你 死 朝阳 啊 快 带赵佑走 快走 我不走 要走一起走 走了 你不讲究李珍兰了吗 走啊 陆昭瑶的命改日再取也罢 今日本来就是取你的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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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跑 你不是跟我说过 希莫是杀不死的吗 我上次的话没说完 只有六合天一剑能杀死希莫 那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走你就走不了了 听我的 快走 走啊 别回头 接下来的路 只能你自己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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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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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你而死 也因你而死 妈 冤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冲他来的 不过他救了你 就是个错误 他日 我会当着众人之面 审判你 年轻的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不可 江五 阁主 您终于醒了 江五 江五 他死了 这窗外的花草 树木 跟我昏迷之前相比 无神变化 这心魔来得轰轰烈烈 走却什么也没留下 就像他姿动 你身体吧 我怕得干什么 静静 我可以怎么个人 我没事 母亲 他死了 骆明轩杀了他 徐宗门的事也是他干的 我知道 我要替他们报仇 好 好 你们都下去吧 是 阁主 杀江五一事成功了 江五是死了 但不是我杀的 这天下 怕是要变了 变 骆明轩杀了江五 下一个目标 可能就是我了 锦绣 你此去封魔山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去时 骆明轩已经到了 陆昭瑶也在 他二人联手对付骆明轩 我以为骆明轩不会有胜算 便假意帮他 实则干扰其对那二人动手 他怕是已经知道了我的想法 现在江五死了 他必定不会放过我 你怎敢对金仙动手 你以为现在的金仙 还是当年的金仙吗 当初凤山一战 即便他能逃脱 必定也是重伤 可你我再见他时 他功法不退反增 可你想过没有 这么短的时间 他是如何痊愈 又是如何功力大增的呢 除了须宗门的禁术 你还能想到什么 你不信我 不是不信你 只是 事情没有查明之前 我不想轻易下结论 你怎么如此固执 再等下去 无非是坐以待毙 骆明轩迟早会找上门来 到时候不只是我 你 甚至是其他宗门 都不会好过 你想怎样 在他还没有完全控制宗门前 你我联合其他门派 一同铲除骆明轩 我看你是被权力冲昏了头脑 你这般想我 以前不是这般想你 但现在 确实是这样想 我现在已经无路可退 即便你不帮我 我也会拼死一搏 锦绣 秦英阁阁主不帮你 但唐运帮 你别多想 我只是为了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我不是学习的 我不是在你 我只是把你所做的 你过来 我只是想看你 我不是为了 你白痴 我不是为了 我妈妈妈妈妈的 我说我 唐阁者锦绣公子 沈楼主 你们二位怎么来万路门了 虚宗门一事有些蹊跷 有一些线索不知是否可靠 但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我也不再是楼主 所以也不再过问江湖之事 江湖之事不再过问 那南山主的事 沈楼主也不过问了吗 虚宗门以医术立门 南山主与江门主乃是同门师兄弟 虽然南山主先离开了 但江湖上这些年斗药之事 还可以看出兄弟二人的 惺惺相惜之情 可是这江门主 为何突然囚禁南山主 以至于死于地牢 这其中的蹊跷 不知沈楼主可有想过 你想说什么 我想告诉沈楼主 南山主死之前 还有一个人在徐宗门 谁 骆明轩 骆明轩 他还活着 是 南山主被求死 虚宗门被灭 骆明轩重回凤山 而后去丰摩山杀江湖 我观其功法 变化巨大 我想这其中不无关系 若真是骆明轩杀了南山主 沈楼主要想为南山主报仇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便是去劝说千尘阁和剑心门 只有我们武家联手 才有一线生机 杭光的死 尚未定论 暂凭猜测无法确定 沈楼主 柳苏若为了救金仙 害了多少人 如今的金仙 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金仙了 你此时 莫要糊涂啊 锦绣 沈楼主 你自己斟酌吧 小语 那你不再是 我相信你 这么说 你自己断力 智能力 你自己断力 到这些痛恨 你自己断力